80年代香港什么最赚钱,不是炒楼炒股也不是搞黑社会,而是拍电影,来请简直不要太快,随便一部电影票房就是几百万几千万,既然有钱赚,虽然就被那个年代盛行的黑社会给盯上。 娱乐圈被黑社会侵犯的案例是不是谋局,美艳芳被14K堂主掌雇,躲到泰国花两千万百平,刘德华为什么有个刘十三的称号,因为有一年刘德华拍了十三部电影,而且一部比一部烂,都是被黑社会强迫拍的。 因为只要有刘德华主演,电影不用上映,就会有人花百万买走版权,李连杰经纪人蔡子明在香港也是有头有脸的土豪,刚要带李连杰这颗摇钱树起飞就被枪杀。 这么多黑社会涉足演艺圈事件里面,刘佳玲是被伤害得很深的一位,除了和刘德华一起被胁迫拍电影之外,在1990年和2002年,刘佳玲遇到了更大的危机, 这件事让刘佳玲知道了帕子怎么写。1990年,曾志伟喊刘佳玲来自己家里打麻将,但是迟迟不见刘佳玲到场也练习不上,反而是警方通斥着刘佳玲的车撞到何文田一座大厦的大闸,刘佳玲并没有在现场,期间刘佳玲足足消失了三个小时,三个小时后刘佳玲出现在公众视线里,称自己被绑炸了,损失了钱财没有什么事,当年大家也就没有在继续, 一直追究报道。直到12年后,东周刊的一则报道引爆了香港娱乐圈,也让刘佳玲再次陷入了深渊,一张刘佳玲的裸照被公布,而拍摄的日期正是当年刘佳玲的神秘三小时。 当年被绑架的三小时,远没有当年刘佳玲说的那么简单,原来是被人拍了照片,刘佳玲一蹶不振,梁朝伟在身边不离不弃。 当年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1992年香港演艺圈返黑游行,要求港英政府出手处理黑社会清洗演艺圈问题,换艺人一个太平。 当年,成龙也因为在游行中提到了向华翔兄弟最终和向家结缘,言归正传,当年那三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?刘佳玲得罪了谁被整成这样? 这件事一直被人揭没其口,直到陈慧敏开口才大败于天下,因为这件事陈慧敏当年出手了,陈慧敏年轻时做过警察,蛊惑仔,为人意气能打。 当年在拳机载上,KO日本拳手名声大噪,一路做到香港14K的二把手。 80年代后期,香港武打片没落,警匪黑社会提供的电影兴起,导演们都尽小于邀请真实的黑社会参业,来达到最好的电影效果。 陈慧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香港一圈,对军内的艺人多有照拂。 据陈慧敏在访谈中爆料,当年刘佳玲只是被几个小混混拦住, 本以为可以破财消灾,没想到,几个混混看到是声明居起的刘佳玲,买来拍利德拍了几张照片,刘佳玲当即向苗乔伟和陈慧敏球员。 陈慧敏自然是乐意帮助刘佳玲,马上联系了对方的华氏人,摆出了14K的面子,对方乖乖放人并交出了三张照片。 主毛也因此入狱,刘佳玲见到事情已经摆平,为了声誉,所以对外公布只是被抢劫了。 但是后来为什么又有照片流出来?这件事真的有这么简单吗? 原来当年的小混混又留了一手,毕竟凭借刘佳玲的名记,这张照片随便卖给一家媒体都是价值不菲。 果不其然,五年后初一的小混混找到了这张照片,并卖给了香港八卦杂志《东周刊》。 这个杂志向来喜欢打擦边球,长期刊登一些女性的不哑仗,但是这一次玩过火了。 刘佳玲是谁?当年许建亨的准媳妇,不是普通的18线小艺人。 2002年10月30,《东周刊》的第521期刊登了刘佳玲12年前的照片,顿时全港沸腾。 这件事还惊动了时任特首下令彻查,《东周刊》停刊,最亏祸首是执行总编辑李前修,及编务专员王建文,顺带还坑了不知情的总编辑蒙汉明。 李前修和王建文本来定制了更加露苦的标题和排版,但是考虑到法律责任还进行了修改,没想到社会反应强烈,最终落得了停刊的下场,还收到了1131宗有关女星裸照的投诉, 并且还要领走法律责任,整个《东周刊》有13人因为这件事锒铛注意,不过事情越发严重,这件事还有内幕。 原来有大佬幕后指挥,如果刘佳玲继续不支付1000万港币,还有20张照片可以公布,由此可见,当年的事情不是几个小混混临时起义这么简单。 1990年,有拍桃色电影的黑背景老板想请刘佳玲出镜,刘佳玲自然是不肯,所以才有了绑架拍照这一出,后来又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,这个老板财富缩水,想到了勒索刘佳玲这么一出,刘佳玲没答应赎金,照片就被公布了。 面对压力,刘佳玲并没有屈服,大胆承认被拍,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,梁朝伟辞掉工作在家照顾刘佳玲,破除了分手传言,香港和内地的广告商都力挺刘佳玲,刘佳玲挺了过来,和梁朝伟风雨同舟,一个影帝,一个影后,再没有人能威胁到自己。 如果当年刘佳玲选择了妥协,那么这将会是一个无底洞,相反的,大胆承认社会会给受害者一个公道,刘佳玲是大明星,但是普通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也有不少,面对类似威胁,不要想着妥协,这种事情,有依旧有23456,恶人就好比是塑料袋,永远装不满,敢于抗衡才能跳过这个坎。